我不明白 你今天叫我来 难道不是谈聚能股权的问题吗 跟我合作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想挖我 想挖你的不是澳纳公司 是我在国内的一间叫W的公司 公司名字你可能没听过 但是背后的投资人很有实力 这是一些基础信息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没想到你 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人 我手里的客户资源 不比你们容顶资本的级别低 谢谢 素总 我之前是不是对你太失敬了 你用八块附近的小鲜肉羞辱过我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需要的不是八块附近 而是你大脑的千沟万河 为什么是我呢 我只是整个陆家嘴 金融民工的钱包金一样 投资这行信息量太杂 太大 一不小心处处失坑 每个人都说自己不差钱 有内幕消息 有关系 能从真正海量的信息里面 去寻找到机会 已经是相当卓越的才华 巨能这个回马枪 你杀得漂亮 感谢苏总的赞美 其实我还有个疑问 想请苏总给我指点一二 你说 邵雍这个人我接触过 不比苏侯好狗 我想知道苏总是如何说服他 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股票卖给你 这是我要跟你合作的第二个理由 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 你手里也有 邵雍内线交易的证据 可是你没拿这个 作为交易的砝码 为什么 其实我每天面对的有很多 会把人逼得很丑恶的一面 我不是说自己有多高尚啊 我这个人爱面子 但是 我不想吃相太难看 这个行业里吃相难看的人太多了 也包括我 你用了最快捷经济的办法 可能从你的角度来说 是干净利落 你不认可这种做法 对 我不认可 或者说 应该换一种说法 不是吃相太难看了 你用别人的污点 去威胁他人跟你做交易 我觉得 这可能更是一种懒惰 因为这太好用了 太方便了 所以你不愿意去想更难的办法 我今天算是得到了人生当中 最负面的一次评价 吃相难看 还懒惰 实话实说 我并不是要故意人生攻击你 你现在知道我如何拿下邵雍 我猜一猜 接下来你会拒绝我 对不起 苏总 我不认可你拿下邵雍的手段 我觉得我们俩的价值观 还有处置方式相差太大了 如果是合作起来的话 肯定会很不愉快 你不问问我提供你什么 我还是不问了 免得我到时候后悔 我本来是想把你想要的年薪填上去的 还好你在拿出支票之前 我夸下了海口 感谢苏总对我的赞美 可是我是有自己的实业规划 还有做人原则 其实除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荣鼎的袁瑞朗 袁总 是他带我入的这行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所以我得补偿他 很羡慕老袁 看来这场面试失败了 不是我吵了你 而是你吵掉了我 吵掉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板 知道你刚才拒绝掉什么了 如果跟我合作 不过 这个地方一年 你至少可以来度假一个月 感谢苏总的赞美 不过我这个人 不叫玛丽苏方玉冰 所以没这个命 也不想有这个命 玛丽苏是什么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被你这种霸道总裁看上 一步登天的那种 童话故事 你真的相信 天上会掉下线柄 天上当然不会掉线柄 上天给你的每一个礼物 其实在暗中都已经标好了价格 我的钱没有那么好赚的 跟我苏健干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多谢苏总的欣赏 但是我这个人呢 太笨了 做不了火箭 对了 苏总 你之前不是说我焦虑 我承认我焦虑 但就是因为焦虑 所以我这个人 一直跟着我的初心 一步一个脚印 这样走我心里才踏实 感谢苏总今天的邀请 苏总 苏总 噔他 用了 有没有什么事儿 我说你胡说游泳 它弄 controle用石器干呢 苏总 Wilson 好 不算 对不起啊 你又玩我 我以前当过PIDA的教练 你这个样子 一看就不知道什么对人们的呼吸 来 你不是说我是霸道总裁吗 我不霸道一回 你不是公布了你的美意 你这么的 以后肯定没人要 没人要是吧 小资产阶级的局限 阿伯 你走了 喂